这局比赛的中国队先发球 李娟先发 李娟先发球 漂亮 像这种球呢就是非常长士气的球 薛明在前排三号位单人篮网得分 这次双方多回合的较量呢 也是博德现场观众的一片掌声 尤其在一个团队当中啊 个人有这样的表现 是很能够赢取这队友的信任 发球失误2比1 直接电过网 这球杨浩后撤防小斜线 但他可能 可能没有想到对方的实笑是个左撇子球员 交叉 失误了 发的不错 好球 看头 这种机会没有把握住 真是 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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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手出界 特尔其队5比4领先一分 所以士气这个东西在场上真是此消彼长 打手出界 后排攻 这球直接出界了 这局球杨昊是跟李娟换了一个位子 本来呢 然后在第三局换的是张月红的这个主攻位 也就是跟在 卫球月身后的这个大主攻的位置 李娟呢打的是小主攻 但是在第四局 他们俩换了一下 李娟到了大主攻的位置 杨昊在小主攻 特尔其队领先两分进入到了第一次进入暂停 其实这段时间呢中国队连续征战 首先是在无锡然后转战到北伦 他们6月2号才回到北京 然后3号呢又是赶到了瑞士 然后在这个当中呢还要倒时差 又是连续比赛 所以对他们的这种体能的考验呢是确实要求非常高 而且他们还要 就是保持这种状态确实很难 所以今天这首场比赛呢 而且中国队早 今天早上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训练 队员们练得也比较苦 就像很多这种集体项目的 整个教练组 他都有一个就是培养队员的状态 这种 这种系统 一般来讲呢 平时的时候会让队员打得比较累一点 然后多去透支 然后真正到了特别重要的大赛之前呢 会安排一些调整 这样会把队员的这种状态慢慢培养起来 这船没有到位 好球 又是学明的单人篮网 学明的外号叫兔子 确实每次当他篮网得分以后 在场蹦他这个样子有点像兔子 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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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还是落后三分 好球对方来往卧虎 土耳其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他的各种战术的掩护还是 就跑位还是跑得不错的 好球拦了一个探头 好球 吹中国队的队员触网 中国队依然落后三分 中文字幕提供 好球 直接破对方一攻 李娟 没有打死 好球 未去越的反应很快 然后的发球确实对对方的威胁比较大 还有机会 打到了标志杆上了 李娟这段时间的发挥略微有些下降 好球 中国队防反的机会 直接第二次跳球 中队再次用刘阿南换一下许云丽 阿尔上来发球 手还是有点生 土耳其队换人 5号上3号下 还是把5号1米85的爱讯复工换上 一 Kun 知道了吗 这个刘阿南还许云丽 那个好球 所以到后排的时候呢,自由人是换的杨浩。 好球。 还有机会。 好球。 刘亚南后排防守直接电过网,结果对方反倒没有预料到。 刘亚南的后排的防守的能力,他的遗传。 在这方面的综合能力确实是年轻球员还是比不上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上帝真是公平的,像刘亚南和朱四虹这种神经反应能力非常快的,这种天生的协调性非常好的队员。 但上帝就给他们的身高就只有1米84,1米82。 要是再给他们长5、6公分的话,那真的是会是一代天才球员。 。 中文队现在领先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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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四国精英赛当中我们也看到过了 就是周思宏和李娟同时在前排的时候 两个人不换位 周思宏在丝毫未打 漂亮 漂亮 中队用张悦红换下宣明 上来发球 用徐云丽换下刘亚南 因为徐云丽现在轮到前排 还是要保证前排的高度 对方又是自己失误 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 这段时间土耳其的队员有点乱 感觉队员在场上还是脑袋有点晕 中国队一连串的这种发球呢也是让土耳其队很不适应 所以我们经常讲到在排球这个运动当中发 蓝 扣 船 这些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会连锁反应 你只有发球发的好 才能破坏对方的一攻 这样你才能有效的蓝网 你只有蓝网了以后 你才能有机会反击 那么打一攻也是一样的 而且在排球场上确实用连锁反应很多 一旦某一个环节的发挥不好影响的话 整个队伍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 或者一个队员的情绪也会带动整个队伍的情绪的变化 对方机球碰到了标志杆 中国队21比17 好球 15号艾达 这是他们场上最高的队员1比88 花球15号艾达 这球没有勾回来 这球没有勾回来 发球再次失误 23比19 好球 发球直接落在界内 中国队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陈志导在场下的这个表情看呢 还是对队员今天的发挥不是完全满意 走起来以后摇摇头再坐下 其实中国队应该说在第一局和第二局 并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东西来 但是这样的比赛呢 我们尤其是今年派出了这样的阵容 本来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锻炼新人 增加新人的这种实战的能力 所以我们其实在观看这种比赛的时候 也更应该抱这种平和的心态 可能有时候对队员更加宽容一些 给他们更多的成长的空间 发球出界 天球直接够网 结果对方没有反应过来 杨浩自己还觉得很意外 这样25比20中国队获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1拿下了这场比赛 这是中国队在本次瑞士女排 今天赛当中的首场胜利 让我们祝贺中国队 并且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比赛 能够发挥的越来越好 好的各位观众 这场比赛呢 我们就为您转目到这里 那么中国队这次分在B组同组的呢 还有古巴 波兰 土耳其 接下来中国队会对阵波兰和古巴 我们也会陆续为大家播出比赛的实况 好的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再见 这球古巴队本来这球是比较被动的一个球 因为他没有传好 现在反过来以后 中国队这个处于被动 所以我们这个经常在比赛里面想 排球比赛里面主动和被动之间啊 瞬间就可以转换 不过来以后 一会儿就好了 再一个球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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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好像一样 有机会好像一样 但是这个广告 过他一点 不过来以后 他这个比赛里面的力量 这一个球的直 起飞啊 不要打一声 打一声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